他們在XXX Hi大家,歡迎回到台灣蟻哭 我是奈普頓 大家看我的眼袋好像滿重的 因為我剛剛睡醒 那今天還算滿特別的 因為今天我要跟我的大學同學們一起去露營烤肉啦 那今天要去的這個營區還算滿郊區的 說不定在這個營區裡面 可以發現一些特殊的螞蟻 所以想說讓大家一起去跟我烤肉露營 然後順便去找個螞蟻吧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今天準備了什麼東西 這次準備的東西還蠻多的 因為這算是我第一次正式的露營 那像是我這次準備有餅乾啊 啤酒啊 麵包吐司 然後還準備了棉被要自己帶 還有手電筒 頭燈 採集罐等這個包包 整個都帶去了 然後還有自己準備了一個電風扇 那等一下呢還要去全聯採買一些烤肉的用具 在這邊買一些蔬菜等等的 好那就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Let's go 哇這是我第一次露營喔 搞得跟搬家一樣 把很多家裡面的東西都搬得過去 東西真的超級多 中秋節就是要吃文蛋喔 文蛋在這邊也有 然後我們就挑三顆 剛好三顆是79塊 然後我們要挑重的 挑重的是拍拍的 是這樣拍吧 這個比較重 那就買這三顆喔 三顆 我們來裝柳丁 裝柳丁 好六顆 來全聯採買的食材還挺多的 除了柚子跟柳丁之外 還買了金針菇跟青椒 增加一點蔬菜 還有牛奶 飲料 隔天的早餐 鮪魚罐頭 烤肉用的烤肉醬 然後還有 所以我們買了這個三個瓦斯罐 然後 一個烤網 烤盤 然後兩個烤網 跟很多的烤肉用具 今天應該就可以大肆合適了 等一下去呢 第一件事情 先找賣魚 找完賣魚之後大漲 OK 接上吧 到營區了 到了 你看那整個後面的景超漂亮的 然後營區的草皮也很大一片 等一下說不定可以玩滑草 看一下草皮那邊好了 然後那草皮的後面啊 後面有一片 不知道什麼東西 說不定會有螞蟻 那我們等一下 就先去那片草皮後方看一下吧 然後先去check in 一到營區看到這個扛棒 就先停了下來 小路嗎 試坐營區吧 一下車問才知道 喔 原來這裡是櫃檯 要先check in Check in的過程中 工作人員細心的講解營區裡面整個空間 哇 其實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耶 還蠻大的 而且他有提到 營區有一個邊邊佈置了一個生態步道 運氣如果好的話 還可以看到蛇喔 那今天晚上 就一定要到這個步道探險一下啦 到這個生態步道看一下 說不定晚上會有什麼特殊的螞蟻喔 那其實我剛才發現我們其實不是這個小營區啦 上面還有一大區 我們是住在那個最上面那裡 然後是一個頂樓的地方 看起來應該是風景都非常好 那所以現在就出發吧 跟著我一起走 耶到營區了 那看一下我們的環境好了 到這後面 我們下面是有一個木板 然後面對一片非常大的山 等一下說不定會有螞蟻飛過了嗎 等一下要先去這個生態步道看一下 有沒有螞蟻好不好 然後我要去準備下我的包包 希望可以抓到一些螞蟻 我們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們 大家不好意思露眼 這旁邊應該就是生態步道了 那好像只有一條喔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一些小螞蟻感覺 應該不是我要的 不過我想今天晚上應該也很有機會啦 那就期待應該是高山巨真椅吧 好不好 Let's go 繼續找我 那這個營區的旁邊有一個小水壩 我們就一行人環著這個水壩邊 一眼就看到了集山椅鼠 還有旁邊這個比較小的 看上去應該是巨山椅吧 然後就再往前走著走著 就看到一排魁梧的大型公椅 這個就是多樣寡家椅 他們有這樣大型的公椅 跟旁邊密密麻麻的小公椅 真的超級帥的對吧 然後我朋友在這個水壩的正上方水管上 發現了一排巨大的螞蟻 喔這就是臭巨山椅啦 因為我有巨高症喔 所以我拍了一小段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害怕的不得了 趕快收手了 其實最酷最酷也讓我最興奮的 是發現了這一隻 這種螞蟻只有在環境比較天然的地方才看得到 你看牠們細細長長的身體非常的特別 而且通常是住在樹上面的 比較少見一點 逛完之後就回到我們的營區 好好的享受這個愜意又舒服的週末烤肉時光啦 看這個陽光非常的漂亮 但是牠真的挺熱的啊 哈哈 我們在旁邊準備了一下 就馬上開始烤肉啦 哇這個鐵盤超厲害的 根本犯規 非常好用喔 一下子肉都熟了 嘿嘿 今天準備的食材非常的豐盛 一定可以吃得很爽吧 一旁的烤肉爐就顯得慢了許多 但是這樣慢慢的烤 才能好好的享受這個過程嘛 你說是吧 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鐵盤實在太方便了 後來我們直接放棄那個炭烤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餓了嘛 所以幾乎食材都直接上了這個烤盤處理掉了 哇然後這裡我夾了一塊雞腿肉來吃 哇這個肉真的超嫩超多汁的 一咬下去的時候這個肉汁啊 在我嘴巴裡面整個爆開 然後我就慢慢的咬著 想說這個雞肉在我嘴巴裡面 然後吞下去的這個過程 實在是太好吃了 接下來這個就是由我長廚的 蒜片草香腸 整個香到爆炸耶 在翻炒的過程中 我的口水就瘋狂的在流了 終於忍不住了 就偷偷夾了一塊 還很怕燙了 吹了一下 喔太燙了 結果還是燙到了 太燙了 吃了一塊之後再配上一片蒜片 搭配起來真的是完美的直腰頭啊 太好吃了 哇終於有一個週末可以好好的放鬆一下 在這舒服的氣氛之下 漸漸的入夜了 我們的帳篷點了LED燈 在這個頂樓黑暗的角落顯得特別亮 後來我們還打算去生態步道走一走 結果走到一半就遇到了兩條雨傘結 經過確認他們不是在交配 而是在針地盤的打架 網友們都說這是難得一見的場景 我們還真的非常幸運呢 但是今天晚上沒有發現任何的螞蟻昏飛 唉真是難過啊 時間也晚了我們就回到營區 梳洗一下鋪個床 然後就準備休息啦 準備要睡覺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 大家晚安 Peace Good morning 現在大概八點多九點 剛起床 然後我們已經有在準備一些早餐了 等一下來吃早餐 昨天睡得還算不錯吧 這裡環境真的不錯 小路露營區還真的很不錯 可是它的螞蟻好像蠻少的 我只看到一種比較常見的 應該是中部非常肆虐的這個琉璃椅吧 那等一下呢 就可能要把帳篷收一收 然後準備要去吃午餐啦 帳篷都收乾淨了 整理得差不多 我們大家最後就合照留個紀念 你看我們這個風騷的搖擺姿勢 很可愛對吧 這個週末輕鬆的這樣烤肉 真的是非常開心舒服啊 最後我們午餐 選擇吃這一間旺窯機 這間我之前在宜蘭的時候有吃過了 一直都是非常好吃的 你看我們這裡點了一整桌的菜 生菜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大家超級餓的也是吃得很快喔 不到20分鐘的時間就吃個金光 吃完午餐之後 大坑的芋頭冰也是不能錯過的啊 之前來大坑都是吃東東芋圓 那這次有本地人帶路 就來吃這一間超級綿密的芋頭冰 我點的是這個芋頭紅豆冰 芋頭真的非常好吃很綿密喔 非常的消暑 然後也一下子就把這個冰吃光啦 因為等的人非常多喔 所以我們就馬上站了起來 沒有拍到大家吃完的畫面 這個美好的週末 就在這兩個美食 搭配這個直升機當中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啦 終於回到家了 這兩天露營還算蠻好玩 蠻驚奇的 其實這次露營算是我成年以來的第一次 正式的露營 所以我們這次準備的這些器材 還算蠻簡陋的 很多東西都是借來的 那所以之後如果還要再露營的話 我們就有一些底 知道要準備哪一些器材了 那這次在那個露營區啊 有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物種 像是有看到蛇啊 有看到我還蠻喜歡的一種螞蟻 叫做擬家蟻 他的腰很細 然後屁股有一個針啊 這個看到的話也要特別小心 那在那個營區的生態呢 應該是有稍微消毒過啦 因為我覺得在那邊烤肉的時候 蚊子非常的少 然後很少昆蟲靠近過來 那那個營區的周圍的環境也都還算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露營的話 我覺得那個露營區還算是蠻好的選擇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器材 像是帳篷啊 椅子啊那邊都可以借得到 那只要準備你可以煮飯的東西 還有燈具啊 睡覺的用品啊 洗澡用品等等的 基本上就可以在那邊露營了 那整體來說 這次的露營活動 我覺得非常滿意喔 所以這個周末還算是蠻放鬆的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這樣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方點一個讚 想看更多螞蟻或者是出去旅遊找螞蟻的相關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順手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支影片喔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請持續鎖定 我是奈普頓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拜拜